好 继续带您来看到花莲首家银法健身俱乐部 在慈禧大学大洗馆幸福节目 活动是由县长徐真卫 慈禧大学刘怡君校长 卫生局长朱家祥 以及花莲慈禧医院副院长 何曾荣共同来剪彩 花莲县长徐真卫向来关心社区长者的健康 为了让银法族有足够的激励训练 欢迎首家银法健身俱乐部 在慈禧大学大洗馆幸福揭开 现在学生表示 花莲县现在10月底有近两层左右的长者 如何延滑老化维持良好的身体素质 是现金必须面对的客厅 而这是专属长者的健身中心 还配有专属教练来指导长者训练体能 期盼未来花莲十三三三四 都能够有长者健身中心 让退休引发人生更加健康完善 长者要有心理很好的素质以外 也要生理的素质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专门属于长者的健身中心 对不对 所以要感谢我们的刘少长 要感谢我们的刘少长 为我们长者启动了全国第一间 我们长者专用的健身房 而且还有教练 专属的教练 来让我们长者如何练到非常好的生理素质 还有每一天有很好的享受的心理素质 尤其走进来 我刚才被前面一排整个花园 而且修剪得非常好 其实那就是无形中进了我们整个大洗楼的前面 开始我们的心就开始舒缓下来 实际大学校长刘军表示 实际大学长期以来与县府有良好的合作 特别感谢县长许中 以及卫生局长朱家祥的大力支持 这是透过政府经费的挹注 成立花园第一家银法健身俱乐部 期盼能够透过俱乐部的设置 开展更多的长者招呼方案 记得请问华世伯老 请问华世伯老